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的样子问题 你又臭宝说你看我这个风速 去年好好的 今年是咋不是在那里的 其实你像这种落叶类的 你像风速它有一定的耐寒性 它会落叶 大部分的都是这样 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这个棚里边 它那个立叶秀秀 它叶子也是有点像你这种 它是为啥呢 它去年冬天冻伤了 但是没有完全的脱落 今年它是不可能复原的 那咱们人要做的呢 就是人为的干预进行修剪 会比较哇塞一些 如果说你不人为修剪 就这种不好 你要给人剃头部一个道理嘛 你说头发长乱糟糟糟 那不好了 剃了重新再长可能就更好 对吧 这不是人生病 这就需要人为的打理 你要去年冬天要再冷一点 呼噜呼噜全掉了 它今年长出来的就不会这个样子了 要明白这个点 下个臭宝说三月份买的大发财树 他说这个肥掉这了那了的 这个养的没毛病啊 然后给我发了点这个修剪 那这个照片是不是下手清了点 你给我看看你剪完之后的灌符啊 其实发财树可以剪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每年五月份给它剪一眼 剪一剪那帽子会长得更圆满更好 这样剪留的太长了 不过这么剪也行啊 但是别不剪就行 有这个意思就是好事啊 肥料该整的整 它那给它就用的呗 又没别的大事 养的挺好的 下个周宝说 微型月季养了四个月 你一旦堵这了那了的叶子出现异常了 怎么解决了这了那了的 这个叶子上面像是有浅叶营啊 打点药就行了花友 可以修剪修剪打点药 别的没啥给足光照 别光用粪肥啊 你像开花类的磷酸性甲还是要给的 要么你就整点那种通用性的 就是蛋铃甲都给 别单纯的光给一样肥料 好多的话就单一元素 我给周宝说你吃饭呀吃辣光吃馒头 那也不行你时间长了也是没劲啊 下个周宝说海棠 叶子从边缘干了 这个是敲过水啊 敲过水 这个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你把表面的土给它挖出来 这话说老万一你一看那个 就知道敲过水这那的 为啥你又让它挖出来土这那的 它不是为了保湿吗 敲过水咱那个盆你上面埋的厚 你在一浇一闷 它那个根系就发胀 发胀了就开始破水 你就很好理解 你泡的手啊脚啊时间长了 是不是容易破皮啊一碰就坏 这个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你把表面土挖出来 上面的不好的页子剪一剪 用点杀菌药 你这样通气性好一点 浇水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的在室外 明白了吗 该给肥给肥 别的没啥事 好吧 用点杀菌药是把以前那个烂伤的 那个处理一下 像周宝说看我这个兰花有啥问题吗 就有点胶尖 你的兰花问题大了 首先用的土都不对 这个兰花是肉质气生根 你像你要去野外玩 你到了四川啊或者是南方啊 你去森林里边 树林里边转的时候 你看野生的蝴蝶蓝 野生的兰花 野生的石湖 它们那个根啊 都基本上是暴露在空气外面 它就附着在那种 什么朽木上啊 或者说有点小腹液 堆堆堆啊 岩石缝缝啊 它不是在大泥巴土里面 它这个根不往土里长 你非得给它强行扔到土里边 它也长不好 明白了吗 要懂这个事 土不行啊 这个养护就是选土的问题了 你要真的想把兰花类的养好 植料不能省钱 腐熟的花生壳呀 发酵的松林树皮呀 一些个这种颗粒呀 都得用得上的 不是用这种大泥土 就能把它养好的 你让我用泥土养兰花 我也养不好 你按这话说 我不想 我就想最便宜 最经济的那种养 那你就用沙子 就是稍微粗一点的沙子养 下个抽宝说 最近的碗香玉 叶子枯萎了 怎么搞啊 这了那了的 看了一下 这个是晒过头了感觉 但又不太像啊 能拍个整体吗 这位花友 就我跟花友们说过 无数次了 就你们提问养发问题的时候 你把植物的整体给我看一下 你别让我这样 趴在上面看 我也看不见 整体的 我让你 基本上你们的问题 你拍个整体的照片 我一眼就能看个大概了 然后你再拍冰照就行了 你这样让我也很难拍到 我又看不到你那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你如果单纯让我从这个 这一点点的叶子判断的话 就是晒伤的感觉 别的看不出来 而且我也没办法判断 是不是下面的 如果说上面长的总体很好 你下面有几个黄叶 这个一点是没有 你现在结婚了 你说前面你那两个前女友哭了 或者他家里边有啥事 还关你什么事啊 好了 有养花问题的抽宝呢 希望大家拍个完整清晰的照片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感应 白了抽宝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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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